美式文化局主办了一系列的首逢布艺术课程 课程结束了还举办了成果展 台湾首作布艺协会配合这场课程办理女力培训 用布艺文化来叙述淡水的故事 不但让淡水的妇女朋友们拥有更多的在就业的能力 也用拼布艺术创作出不一样的淡水 淡水在地拼布艺术家洪碧岁老师 过去不仅是将艺术结合拼布手作展出上百件的作品 更是为地方付出不少 由新北市文化局主办 台湾首作布艺协会承办 开办一系列的首逢布艺课程活动 总共有十堂课程 日前课程告一段 并且举办成果发表 现场有来自许多的香港 日本以及新住民一起参与 期盼学员妈妈们一起首逢拼布 体验这项技能所营造出来的艺术生活 今天的那个成果 我觉得非常感动也很高兴 因为这些学员们 他们是不会出门的 而且他们来上课以后 每天每次的课程 都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甚至于到我们上一次 给他们的检验 就是教他们设计的概念 从字图一直到就是完成 就是他们这八堂 就是前面的八堂里面 所学的基本功 平增压线还有回增 但是他们充分的都把它表现出来 彭老师表示 透过协会用专业的淡水推动履历 因此媒合文化局 让课程顺利办理履历培训课程 用不译说淡水故事 一开始以淡水木莲花 象征着温暖爱与关怀 作为最初的图案 随员表示 课程当中有许多的图案 就像是木莲花被视为母亲的象征 代表做妈妈的美丽和坚强 也代表这一次 女力培训课程的对象 我们从不懂到老师的一见一线 写到了专业 也写到了我们淡水的一些文化 就像木莲花是代表我们 做妈妈和母亲的一种象征 我觉得对于女性来说 每个妈妈来说 你有一个一级之长 你可以在以后的就业上 或者自己的领域上有更高的一步 也真的很谢谢 我们老师这么辛苦地教我们 还有我们的长光 帮我们申请一些补助 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 收获满满 洪老师表示 在这十堂课程当中 训练妇女们学会用贴布的针法 对象都是新住民 还有二度就业者的妈妈 家庭主妇等等 课程内容结合淡水在地花会 学习拼布艺术 让淡水妇女增加新知识 培训在就业的能力 也期盼用拼布艺术说出淡水故事 走出不一样的女力培训之路 谢谢许多艺淡水采访报道